首先我们稍后来关注的就是疫情的消息了 诺富特饭店的染疫案子持续的扩大 那么有民众在脸书社团就发文控诉 其实他们一团有70个人 申请的是桃园市政府的旅游补助 4月23号有入住诺富特的华航桃园机场饭店 可是当时市府却没有告知诺富特是防疫旅馆 让他们就这样子入住进去了 两团70个人4月23号有入住 民众就说当时没有主动告知 直到群聚案子曝光之后 当事人打1922来询问才被告知 原来这可是防疫旅馆 大家就在想了 如果他们染疫了该怎么办 所以他们就怒呛说 假如集体染疫或是有一个人染疫 一定会连数提告 因为他们质疑桃园市政府跟诺富特 都没有做好监督的工作 而桃园市政府就表示 诺富特也没有向桃园市政府申请分层的防疫旅馆 等于说他们开始在甩锅了吗 因此桃园市政府表示 完全不知情 才会让一般的旅客入住他们以为的正常饭店旅馆 而目前医师就表示 目前染疫者还是跟这诺富特饭店相关人员 以及同住的家人目前都染疫了属于一个社区的一级感染 其实有很大的风险的 甚至呢他们还直言 上次黄立民医师就说 这可比卫福部的不逃饭店危险很多 这指的就是这一起的诺富特饭店的感染 所以他说其实只要入住过的民众 真的要特别的小心 必须要做好防疫 那么柯文哲怎么说呢 特别是柯文哲他都在脸书上表示 目前已经进入了第一级的社区感染了 尤其是这个活动范围真的很广 包括了台北 新北以及桃园 所以呢他就有说 医院跟长照机构 从5月4号到5月17号停止探病 那么入住的陪病者也只能限制一个人 请大家务必要做好自身的管理 就是因为现在这个案情越演越烈 包括了空服员跟机师都染疫了 而这一名货机的机师 明明施打完第一剂的AZ疫苗 但是9天后还是出现了症状 以检验被验出示病毒阳性 时尚最大华航染疫风波 疫情越演越烈 指挥中心再宣布新增两例个案 还首次出现货机机师打疫苗后确诊 证明新增确诊病例案1153 货机机师是本国籍30多岁男性 4月16号到18号曾到美国执勤 21号再加检疫期满裁剪阴性 25号因为机师专案裁剪照回 PCR及血清皆为阴性 但5月1号却出现发烧 咳嗽 流鼻水等症状通报裁剪确诊 CT值13病毒量高 但值得关注的是 这名机师4月22号 已经施打第一剂公费AZ疫苗 没想到间隔9天后发病确诊 也成为国内首例打疫苗后确诊个案 另外立个案是负责客机勤务的空服员 与案1153接触短短半天 双双染疫 案1154是本国籍20多岁女性 4月22号到25号曾在美国执勤 28号在诺富特饭店检疫期满裁剪阴性 29号因为旅馆清空计划 驻进集中检疫所 30号裁剪PCR和抗体又是阴性 但5月2号却发热 头晕胃痛 经裁剪后确诊 CT值14病毒量高 是三采后裁阳性 尽管两人CT值低传染力高 指揮中心人称是境外感染 可能性较大 可能性大一个可能性小 但也不排除在美国个别染疫的 首例确诊空服员发病前都在隔离 为匡列接触者 但是新增两例个案 在专案召回裁剪的空窗期 是否接触者可能染疫 只怕相关疫调要加紧脚步 叶维林洋祥与SNG台北采访报道 好 继续来追的是确诊者的足迹 遍布双北地区 案1145诺富特饭店的外包商水电工 空窗了好几天的足迹 终于公布了 他曾经到卢州的一间饮料店两次 还有到另外一家烤肉饭店用餐 而烤肉饭店的老板一听到简直气炸 因为他在指挥中心公布之前 完全没有收到任何的通知 也就是说在这几天也都没有做消毒 外包商走过的地方 大家呢在白天都已经紧急消毒了 附近的民众也都议论纷纷 四号下午 卢州这家烤肉饭店 终于派员消毒 因为确诊的诺富特饭店 外包商水电工案 1145 29号中午 就是在这里用餐 消息一出老板娘简直气炸 突如其来的消息 犹如晴天霹雳 老板娘只能无奈把客人请回家 拉下铁门自己消毒只喊冤 被影响的还有这家 从店外马路到骑楼 不断喷洒消毒液 按1145 4月26和29号 两度深夜来到这家饮料店 店家只好提早打烊 配合消毒 附近摊商生意更使直直落 确诊的足迹 爐州爬爬灶 地方上风声鹤唳 外界传出这家安清班 有1145非同住职子就读 尽管裁解阴性 因为担心病毒潜伏期 所以停课五天进行环境消毒 不止1145诺富特饭店员工的女儿 按1136在三重某公司大楼上班 公司人数众多 她接触的A区员工全数隔离 单B区只有部分矿店 而且没有停业 指揮中心表示1136是内勤工作 B区矿店人数少也做过风险评估 但民众还是担心到不行 就连只是个安周边的学校也都动起来 秀山国小上周六才进行了校庆活动 确诊者足迹走遍双北 资讯不公开透明 民众文艺色变 担心疫情染进社区 只能加强防疫才能自保 记者杨氏区草家人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